这是香肠啊 我以为你给我买的冰糖糊润 香肠,爸,这你都吃了 我还是买两个 对,我是不吃 所以这两个都是你吃的 嗯 你吃的完了 刘选你的快递 你猜是个啥 爸爸刚才准备猜的,我们让他猜 排球 对,刘选买个排球 但它是个瘪的,不会是个坏的吧 好气啊 哈哈哈哈 不傻呀 哈哈 看刘选选了一个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创建桶,一个网灯 就这三个是吧 打出来看看,这怎么像足球一样 这是排球 为啥要买排球啊 我们中号考 这个,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选排球 可以自己选啊 排球,篮球,还有个什么 不知道 你还选篮球 老后让给我们选排球 让我们进入考试之后就要练习排球了 让我们一个人买排球 那篮球啥事呢 篮球不练 哦 就是篮球排球可以选 然后你选了篮球,选了排球是吧 我们老师选的 你会打吧 还没学过 嗯 帮女小孩打一下 别错到了,慢点吃 女小孩上中学之后 每天都还有提课,开心的不得了了 我们班主任站了,一星期三节 他站一节 老师站两节 那也不错了,小学一节提课都没有 看我们来变个魔术啊 哈哈哈 这个事应该交给女小孩 吃这么多都不剪一下 女小孩每天晚上下晚自己都吃这么多 她是要长胖的节奏 她说给你买的 不是我不吃啊 哎,你们俩刚表达的不一样啊 哈哈哈 她说爸爸说妈妈不吃,所以就买两根 哎呀暴露了,暴露了 她要买两根 她要买两根是吧 她说给妈妈一根 哈哈哈 女小孩就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会不会爆 哎,这可以了 那是篮球 这是排球咋打的,你们会打啊 爸爸用脚 嗯 这么大 哈哈哈 是不是会经常打到自己的脑袋 我看你那个架子 嗯 呦呦呦呦,不能打,不能打,不能打,炒到炉亚了 这女小孩自己跳的也不知道好不好 你先用着吧 老师说不好的话,我们那东西买 你老师买十几块钱都行的 就买了还是三十几块了 你竟然不听老师的话 啊,不听也得行啊 哈哈哈 不听老师的话 还买三十几块的 给他退了,买四十几块了 哈哈哈